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天赐之女》 故事一开始就进入到了一个丧尸世界 在基地里,仅存的人类正在试图教化一种新型丧尸 虽然获得的效果微乎其微,丧尸在遇到刺激时仍然会显出本性 但在这些丧尸中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 仍然怀有人性的黑人小女孩,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女主一开头就显示出了极高的情商和智商 并因此获得了善良女老师的青睐 而女主也非常喜欢女老师 某一天,基地遭到了丧尸大队的袭击 眼看基地就要失防 科学家就准备解剖女主研究抗体做疫苗 与此同时,丧尸攻进了实验室 助手被咬伤感染,科学家也逃跑了 机智的女主便趁机利用身旁的手术刀解开了束缚 接着女主跑到外面,发现基地一片混乱 到处都是互相打架的人类和丧尸 很快女主就找到了被丧尸围攻的女老师 直接冲上去就把两个丧尸都给咬死了 随后女老师抱着女主上了武装车 在基地彻底沦陷前成功地逃离了 在甩开追杀的丧尸后 车上的人发现了女主的存在 在丧尸的阴影下,众人非常害怕女主 然而女主作为重要的实验对象 又不能随意置之不理 于是女主就被戴上了防护罩 在严密的看守下和众人一起上路了 一路上危机四伏 在众人寻找水源的途中 再次遭遇了丧尸攻击 其中黑人小哥不幸被咬 在彻底变异前 中式一枪击毙了黑人小哥 接着汽车抛锚 众人只能步行前往另一个城市寻求救援 随后因为缺少补给 众人决定去寻找补给 虽然附近建筑基本上都被丧尸群给霸占了 但是为了补给 众人不得不涂上防护膏 冒险穿过丧尸群 这时 一个推着婴儿车的丧尸 吸引了科学家的注意 科学家好奇地上前查看 却发现里面只是大群的老鼠 老鼠发出了吱吱的叫声 丧尸也随之被惊动 危急时刻 中式只好开枪打死了丧尸 结果此举产生了连锁反应 周围的丧尸租醒了过来 众人只能一边解决丧尸 一边迅速撤退 随后众人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作为临时基地 为了确认安全 众人便在基地周围进行侦查 而受伤的科学家和女主 则待在原地留守 科学家告诉女主 基地里的心形丧尸 都是被丧尸父母所生下的 但是心形丧尸的体内 比起普通丧尸 却多了一种针对丧尸的抗体 也比普通的丧尸 多了一项思考的能力 所以科学家才决定 把这些心形丧尸 带去基地作为实验对象培养 另一边女老师打死了一个丧尸 然后找到了一些衣物 并拿去送给女主换穿 从这里可以看出 女老师很爱护女主 和女主也有着一定的感情 一夜过后众人想要离开 却发现周围丧尸的数量 因为昨天闹出来的动静 变得更多了 接着女主就自告奋勇 主动提出由同时丧尸的自己 引开那些丧尸 结果众人因此产生了争执 有人害怕女主趁机逃跑 或背叛大家 而女主则信誓坦坦地 做出承诺 自己一定会回来 想到目前也没有别的办法 众人只好同意了女主的提议 于是女主便换上了新衣服 出去先寻找食物 在看到一只猫时 饿了一天的女主便冲上去 吃掉了猫 在享受了短暂的自由过后 女主又找到了一只狗 接着女主就用狗引开了丧尸群 让众人得以顺利离开 此举也为女主赢得了众人的信任 于是在随后遇到同样的问题时 众人也放心地交给了女主去解决 接着众人就发现了一棵丧尸病毒真菌树 这时科学家就给女主科普说 丧尸正在进化 原本的普通丧尸被真菌感染后 会彻底被真菌控制 而到了女主这一代 就是能和病毒真菌共生的新型丧尸 随后众人又发现了一棵 直入云霄的真菌包子树 包子树由大量的丧尸集结而成 一旦包子扩散 经由空气传播后 所有的生物都会变成丧尸 人类的世界末日也会到来 接着众人找到了一辆废弃的实验车 并惊喜地发现 车里的资源仍然可供使用 随后中士便用无线电 试图联系总部球员 这时饥饿的女主 也开始再次出去寻找食物 很快女主就抓到了飞鸟 狼通虎愿地吃了起来 这时女主发现丧尸群 因为外出的酱油哥出现了骚动 并开始朝着酱油哥所在地聚集 于是惊慌的女主 赶紧回去和众人报告了这一情况 另一边 酱油哥则不知不觉地 踏进了新型丧尸部下的陷阱 等女主带人赶到时 酱油哥早就被吃空了 与此同时 一群和女主一样的小丧尸围了过来 对着两个人类食物虎视眈眈 而女主再次出面 用实力镇压了丧尸群 之后三人成功逃回了实验车 然而悲催的是 好不容易联系到的总部 也已经在丧尸的围攻下沦陷了 现在只剩下了中士 女老师 还有科学家三个人类 结果一回到车里 三人就被科学家迷晕了 与此同时 科学家的伤势也在不断加重 为了防止人类彻底灭绝 科学家要在死前的最后一刻 解剖女主 做出疫苗拯救人类 没想到女主早有防范 也并不愿意为了拯救人类 而牺牲自己的种族 接着女主就从车里跑走了 科学家不甘心地追了出去 然后不幸遇上了丧尸群 被深吞活泼了 最后女主通过烧毁生菌树 让孢子开始大范围扩散 很明显 早在基地时 女主早就有预谋 想让自己的种族占领这个世界 很快中士就遭到了感染 在彻底变异前 中士要求女主杀了自己 于是女主便满足中士的愿望照办了 而实验车里的女老师醒来后 也绝望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末日 电影最后 女老师作为最后一个人类 被永远地隔离在了实验车里 女主则带着其他小丧尸 在女老师有限的余生里 继续在女老师的帮助下 接受着人类的文明教育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当然 别忘了关注点赞和转发哟 福利到 好多小伙伴反映 找不到小涛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现在微信搜索小涛解说 关注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 就可以获取高清电影资源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